5月14日的啤梨漫步 晚了一點開 因為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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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要我們Operator去下載 去拍片 所以今天呢 他都是超時了 已經一早就回來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資料呢 大家待會看完六節 你就會知道了 就算不是看直播 都可以看看重溫 小米 今天你又上來呢 其實我不是為了你 為什麼呢 每一次我小米來做節目呢 我當然是在啤梨裡拿點藝物走的 是 那上次呢 你知道我很喜歡喝湯的嘛 那上一次可能這陣子股票升 那你呢 就給我一個刺我 就給了這個刺我 是 這個叫做龍湯金歐刺 那通常我見這些盒子呢 當然以為沒料到的嘛 自己去灑我 那我回去煲來喝 為什麼煲完來喝呢 厲害啊 是 有料到啊 厲害過可百惡啊 是 那不會 因為我一向對於這些所謂的包裝 我都沒有 就是覺得 是要灑我 你喝完呢厲害啊 真的有口感啊 嗯 哇 那我說 那我說 那我就跟著跟他說 不用說話 你遇到做一天 我翻車 我上來又拿這個金歐刺 龍湯金歐刺啊 大哥 嗯 是吧 那而且你知道現在呢 喂 我和你講點數了 上來 喂老友 上來 啤梨你買呢 買任何一件 這個原價159 是 如果你買任何一件東西 119 就可以帶一口回去喝 喝完 如果不行呢 你可以留言 什麼叫小米 保證正啊 所以我今天是為了一個刺來的 這個龍湯金歐刺 不是買林康正來的 大哥 那明天是公眾假期的15號 其實15號13號都是會開店的 雖然就沒有啤梨漫步 就11點會開到8點半 15號都提醒我了 記住宣傳一下大家 燕窩啊 金歐刺逢尾刺啊 竹龍卷啊 八爪魚啊 甚至那些種 都是現在有現貨的 那些甜種我非常喜歡 甜種 那當然啦 你知道啤梨5月已經不在了 走開了 不是不在 差不多了 那就是發財啊 我就完全是沒有銷售貨的 那所以這個月的甜蜴呢 基本上不要說租都交不了 是人工都不夠交 就是你知道租就多過月的人工 所以啊 如果大家想13會15會 還能收到薪的話呢 都要趁機會上來幫忙一下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項目 我經常說的 是 要支持在香港開的網台 嗯 不要支持那些 就是呢 去啦又啦 英國啊 加拿大啊 是不是 就是那些台灣 那些 那些你有閒錢 我不阻礙你 但是 能夠呢 香港繼續開台的網台 一定要支持 那各有各之事呢 不要啊 現在敵我分明了啦 是 那就是昨晚啦 那都有第二節 那些人說 咦 有幾時又說啊 阿世良他這件事 那昨晚第二節都要說 當然 那如果你有很多人說 都不夠後哦 那不夠後 我會看星期四星期五 哪個嘉賓就比較適合一些 當然啦 那你千萬不要說 你們拆力量啊 所以昨晚那一節呢 只是 給我提到呢 我都將那一節呢 是不要盈利 是不會有錢收入的 就這麼簡單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那我呢